历代至上第十章 菲利士人与以色列人争战 以色列人在菲利士人面前逃跑 在基里坡山又被杀扑倒的 菲利士人紧追扫罗和他儿子们 就杀了扫罗的儿子约拿丹、雅比纳达、麦基苏雅 势派甚大 扫罗被弓箭手追上 射伤甚重 就吩咐拿他兵器的人说 你拔出刀来将我刺死 免得那些为索格里的人来凌辱我 但拿兵器的人甚惧怕 不肯刺他 扫罗就自己扶在刀上死了 拿兵器的人见扫罗已死 也扶在刀上死了 这样扫罗和他三个儿子 并他的全家都一同死亡 驻平原的以色列众人 见以色列军兵逃跑 扫罗和他儿子都死了 也就弃城逃跑 菲利士人便来住在其中 次日 菲利士人来拨那被杀之人的衣服 看见扫罗和他儿子扑倒在吉利坡山 就拨了他的军装 割下他的手机 将他们的尸骨葬在亚比的橡树下 就近十七日 这样扫罗死了 因为他干犯耶和华 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 又因他求问交诡的妇人 没有求问耶和华 所以耶和华使他被杀 把国归于耶稀的儿子大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